今天会平安 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圣灵我们来你面前来求你的恩典 愿你自己也对我们说话充满我们 把你天国的这个意象放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明白 我们也能够按照你的天国的意象而生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耶稣的比喻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 你们刚才读过了经文 也好像一个妇人在厨房 把面孝放在面团里 面团都发出来 这是耶稣讲的两个比喻 但两个比喻又有点像是一个 因为他一起讲 然后也有类似的一个含义在里头 那耶稣天国的比喻 如果你仔细思考后 其实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令人惊讶的比喻 这个比喻其实很奇怪 因为古代的帝国也会有比喻 每一个帝国都有他们自己的比喻 通常帝国的比喻都是无敌厉害的猛兽 而不是芥菜种 比如说巴比伦的比喻 在但伊利书第七章 巴比伦的比喻 是长了翅膀的狮子 但伊利书七章三节有四个大手 从海中上来 行众各有不同 头一个像狮子 有阴阴的翅膀 哇 对吧 你开始画图 你可不可以头脑会不会画图 我们特别没放图片 你会不会画这个图 头脑有没有想象力 哇 有阴的翅膀的狮子 这头的动物牛不牛 不是牛不牛 湿不湿 厉不厉害 对吧 你可以想象 这只动物很厉害 然后有阴的翅膀 还有人一样的心 对吧 这是巴比伦的一张图 巴比伦的比喻 是长了翅膀的狮子 阴的翅膀的狮子 波斯的比喻是什么 熊 对吧 熊 波斯是 有一兽如熊 就是第二兽 然后口里是 咸着三根肋骨 多吃肉 这只兽是吞吃许多 帝国的一只兽 这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就是今天的伊朗 伊朗昨天晚上才发射飞弹 这是一个 这是一头兽 希腊 马其顿帝国 这是 有四头 四肢翅膀的豹 对吧 豹已经够快了 这还会飞的豹 描述着亚历山大当年 在极快的速度 征服的世界 他底下有四个将军 最后四个将军 分掉了他的帝国 在他死后分掉他的帝国 你会不会画这个图 你同样也会画这个图 想像一只黑豹或者花豹 四只头 四个翅膀 胸不胸 这头胸 然后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解释 在但以理他已经无法解释 是什么动物了 他说有石脚 铁牙 大怪物 对吧 有四兽 甚至可怕 极其强壮 大有力量 有大铁牙 吞吃脚碎 剩下用脚践踏 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 头有石脚 所以他不太能描述这是什么东西 在这个 可能用现代的英文叫做Godzilla 或者是Monster 他无法解释是什么东西 有一个大怪兽 这是这兽的 这国的symbol 图画 图像 大英帝国呢 大英帝国也有图像 是狮子与独角兽 这是他的 emblem of the British Royal Emblem 左边是狮子 右边是白马 可是是独角兽 对吧 那白马的这个画像 也有点像是一种怪物 他并不太像是一个真正的马 但是又像马 所以这是大英帝国的国徽 这是他们皇家的国徽 他们从以前到现在出征的时候 都会用了一个国徽 皇家的马出现的时候 就是这个国徽 美帝呢 美利坚帝国呢 是这支音 对吧 上面有十三颗星 它那个拉丁文是 Epulibius 然后右边这边是unum Out of many Become one 这是拉丁文 它要表达的是 从众多的民众 合一的合众国 然后有一支音 这支音跟以前的罗马的 那个皇帝的音也很像 清帝国 黄龙 对吧 Dragon We are the dragon warrior 我们是这个 东方的一条龙 我们是龙的传人 这个是我们伟大的帝国 所以所有的帝国 你可以感受到 所有的帝国要用的这个 这个比喻 象征 图画都是 猛兽 猛禽 飞天的龙 对吧 有没有哪个帝国是用虫 我们的帝国是猫猫虫跟蝴蝶 有没有 我没有任何印象 我们的帝国是 路边的一只小花 我们的国是绵羊 好像没有这种 用这种来表达我们的国的表达 天国像什么呢 对吧 你可以想象这个问题 假如你去楼上小朋友的教室 天国像什么 你们来猜一猜 前面四个国有这种动物 天国像什么 大家来画图 你觉得他们会画什么图 天心里长交小朋友 你觉得他们会画什么 Eagle 或者是暴龙 T-Rex 对吧 应该 你如果发挥我国的想象力 我们国家的伟大 通常是用这种 的东西 我们国家是这么伟大的 所以耶稣他给的答案就很奇怪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动物 不是动物 是植物 猜一种植物 天国用植物来代表 什么植物 既然长老是植物专家 你觉得小朋友会猜什么植物 如果天国是植物 太阳花 Sunflower 所以 我 通常不会想到 真的 对吧 以西结书记得一个冲天的红山木 叫做香柏木 对吧 我将香柏木树 您摘上从境间折的嫩枝 在于极高的山上 在以色列高出的山上 它就生枝子结果子 成为加美的香柏树 各类飞鸟都必树在旗下 有没有很像 这个刚才读的经文 有点 有点类似 对吧 这个国家像一棵树 但是这棵是香柏树 可是香柏树不是以色列 是亚树 在以色列书三十一章三节 亚树成 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 枝条绒美 极其高大 对吧 所以 亚树帝国用植物的话 他也要用Red Cedar 这个红山木 香柏木 冲天的 那个看起来才牛 对吧 这个 耶稣说我告诉你 天国像什么 葡萄树 不是 无花果 不是 不是不是 都猜错了 像芥菜 OK 像芥菜 马可福音也就说 他像长大成一颗大菜 一大颗菜 还不是小菜 大颗菜 上帝的国 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 可以用什么比喻表明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种在地里的时候 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 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之来 甚至天上的飞鸟 可以树在它的印象 OK 如果你想象一下 你班上有个小朋友 他画 我们国家就是一颗菜 他就画出来了 别的人都画什么 T-Rex Eagle 有个小朋友他画一张图 我的国家是菜 恩惠终于听懂这个幽默了 你想想这小朋友会被人家笑到 什么菜 What is this? You are a vegetable? Yeah What's wrong? OK 反正你知道耶稣在讲这个评论 为什么是菜 耶稣还说 不只是菜 我告诉你 天国像一个在厨房做面包 做馒头的妇女 她说把面孝拿来 放在三斗面里 只等全团都发出来 他说天国啊 耶稣几乎在一边讲道 就把镜头一转 对吧 转到正在屋子里 揉面的妇女 说天国啊 就像他们在做面包 发面一样 没有白马 没有军队 没有猛兽 没有巨大的力量 天国像是借菜 像是妇女做面包 而且这个用了希腊文的妇女 Gune 她不是说有人做面包 她是妇人做面包 我带你去厨房看看好不好 这个耶稣讲 你要感受一下耶稣讲的比喻 我不知道镜头能不能放得上去 我去带你去看厨房的妇女 在做包子 耶稣讲比喻的时候 她说 她说天国像 像是金星姐跟张磊 在厨房做面包 做包子 做菜 她说天国 天国 天国像妇女 我们好像慢了几拍 但天国像妇女 对吧 在厨房做菜 做完了 对吧 这个比喻很奇怪 这个比喻是什么 谢谢 谢谢天国的妇女 谢谢天国的妇女 但是 天国是什么 天国是什么 她很奇怪的比喻 这是你们国家 她的伟大 的伟大 菜 天职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发明出来原文就是阐述的意思 我要讲明白 她说天国 她说天国很奇怪 她已经听过这几个比喻了到现在 对吧 天国像 撒种的人撒在四种土里面 她像麦子和拜子 天国像芥菜 和发明的妇人 你们的那个巨兽呢 飞天的巨龙呢 Where is your kingdom's symbol 你们的国家怎么是菜 你们天国就这副德信 This is your kingdom Jesus said yeah That's our kingdom 对吧 现在共产党还有五颗心 苏联还有一把镰刀 台湾的国旗还有太阳 不会有菜 真的很奇怪 那这个菜呢 会长大 耶稣讲的 从很小的种子会长大 但再怎么大的菜 也没像香柏木 红山那么高大 我有没有放在上面对吧 芥菜种 小小 芥菜种很小 它要 好像要700多颗芥菜种 才会有一公克 就是很小的一个种子 当然是不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 在科学家看可能不见得 但是这是犹太人的认知 他们的所谓的proverb 他们里面所认知的就是 最小的种子就是芥菜种 也不是什么珍贵的种子 这是最小的种子 天国又用就像做面包的妇女 烤面包的妇女 做了三斗面的面包 三斗其实不少 大概是27公升的面粉 应该可以给大概100多人吃饱 人面 天国就是这样 然后在里面放了酵母 对吧 然后让它发面 然后到最后可以很多人吃饱 耶稣有没有解释 这个比喻 你刚才读的时候 耶稣没有解释 对吧 他啥种的比喻有解释 他麦子跟拜子的比喻 他有解释 这个比喻他就讲完就 又来了又散会 对吧 他每次都这样 散会 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今天就到这边散会 也许你会很高兴 但是其实你什么都没听到 对吧 如果是散会了 真好 可以先走了 你就什么都没听到 天国就像菜 就像厨房做面包 这就是天国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 我们只能说 学者们几乎都同意 芥菜种的比喻 是指天国原来很小 就是耶稣 像耶稣一样很小 而一小错人 对吧 芥菜种通常是一小错一起重 最后长大变成很大的国 这几乎所有的学者 都大概能认同 那这个圣经学者Luz 他说 我的翻译大概是没有天使天君 而是地上的门徒 没有战胜罗马帝国 但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赶鬼 医好的病人 这是天国在地上的情形 对吧 耶稣说他可以叫十三营的 十二营的天君 但他就没叫来 他就是到处赶鬼 医病 他说这就是天国 妇女发面 面孝在犹太的文化里面 通常是不好的东西 但有一些例外 有两处例外 面孝在两处的地方是例外 它不是不好 而是该被一起献祭的 在立位祭七章十三节 要用有效的饼和 为感谢县的平安祭 与公务一同献上 所以吃平安祭的 这个祭物的那个面包呢 是可以发酵的 因为平安祭是 不但给祭司 也可以县祭的家人一起吃 它是有面孝的 是被允许的 有一些教会 他们在吃圣餐的时候 有用发酵过的面包 也是有一些这些根据 就是 因为圣餐也有 平安祭的这个表达 是耶稣与我们一起 在吃平安祭的表达 另外一处就是在 立位祭二十三章十五节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 献何捆 瑶祭的那日算起 要满了七个安息日 就是五旬节 这就是五旬节 到了七个安息日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 又要将新宿祭 献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 十分之二 夹孝 烤成两个姚记的饼 当作出手之物献给耶和华 所以面孝在圣经里面有两处是 特别在圣殿里面是被接受的 它不完全都是负面的 所以芥菜不珍贵 面包也不珍贵 芥菜不是什么特别珍贵的菜 在犹太地区很多 在沙漠里面很多 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值钱的菜 这面包也没什么特别口味 耶稣也没说 这面包里面加了奶油 加了奶酥 加了椰子 加了 你们还喜欢加什么 火腿 不行 犹太人不能吃火腿 香菇 我不知道你们加葱 对吧 你们喜欢 这面包里面什么也没加 也没什么特别 借菜给飞鸟休息 面包给许多人吃饱 你如果从马太福音的上文来看 这真的不是犹太人想要的天国 他们要的国是狮子国 他们要能够战胜罗马的强国 这是他们要的天国 他们要的神迹 我们也讲过是如同埃及石灾 埃及石灾 击杀了埃及 他们要 耶稣有石灾 击杀罗马 他们要红海分开 淹死罗马军兵 他们要耶稣上山 打雷地震 如同摩西上山颁布律法的行形 他们要的是这种神迹 是轰轰烈烈 哇 大神迹 耶稣的神迹是 喂饱五千人 吃面包 而且才五千人 五千个男人 加女人最多一万人 摩西当年喂饱全国一百万人 有六十万个男丁 加上女人 一百多万人 摩西当年喂饱全国一百多万人 而且一喂就是四十年 对吧 耶稣才喂两次 几千人 就是那三斗面而已 好像不是特别多 也不是三万斗面 对吧 就是三斗面 耶稣给的神迹呢 是赶鬼 而且赶鬼的对象 也不是王公贵族 而是山里的野人 对吧 记得那在住在坟墓里的野人 他坐了船半天 就去救那个野人 赶那个人身上的鬼 是村里的穷人 他医好的病人 都是社会边缘人物 这个天国一直在搞 这个荒唐的 agenda 这天国一直不成气候 弄了半天 到底在玩什么 犹太人一直在等这个弥赛亚 这个 昨晚看新闻 这伊朗发射飞弹 对吧 你需要的是强大的 Iron dome 来抵抗 敌人的飞弹 据说99%的飞弹 都被打下来了 只有一颗掉下来 对吧 这才是我国的荣耀 Iron dome 借菜 当什么 这就是一个 令人费解 耶稣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所以犹太人到这边 是失望 失望 再失望 一直对耶稣的工作 他的事工 非常失望 There is nothing impressive here We haven't seen really anything 比如说 Miracle Miracle What Miracle 法利赛人一直在觉得 What Miracl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们当年摩西 那个Miracle 才叫Miracle 你这个 What Miracle We haven't seen anything 他们一直在这样怀疑 敢鬼 鬼王敢鬼 感受到他们 一直对耶稣所行的 这些神迹非常不屑 就像人看到菜 这种感觉一样 你知道我小时候 读到这个借菜种的比喻 我都一直很讨厌这个比喻 因为从小就喜欢 讨厌吃青菜 喜欢吃肉 如果这比喻是 牛肉的比喻 香肠的比喻 天国如同香肠 嗯 讨厌吃芥菜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 这个比喻过 Never once I like this parable 天国如同香芥菜 你可以感受到 犹太人这并不是一个 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 他们一直觉得很失望 耶稣不想出名 不想得奖 他不喜欢摄像头 他不想当直播主 他不想在抖音称流量 他一直在躲这种焦点 马太福音12章15节 耶稣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又嘱咐他们 不要给他传名 I don't want to be famous 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看啊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 所亲爱 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宫礼传给万邦 他不增进 不宣扰 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他没有公关 他没有PR department 他什么都没有 就他一个人到处走走 拉了几个门徒 说这是天国 你信这个东西吗 如果换作你 你当年在那里 你信他是天国的创办人吗 他是天国的国父吗 Would you take it 这是我们我国所等的荣耀的救主吗 他不增进 不宣扰 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他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蝉的灯火 他不吹灭 等他施行功里 叫功里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美 你可以感受到 这个街赛种子比喻 其实在这里 隐隐约约在表达 他好像传遍万邦 但又不起眼 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从犹太人的 这一个功课可以学习 我们在今天 也太容易把天国 误以为是地上的荣耀 我们很多人信主耶稣 都在找一个地上之国的荣耀 对这个借菜实在不感兴趣 对这个面校发面 这个厨房的妇女的这个比喻 实在没什么感兴趣 天国我们以为 在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 对吧 我们觉得那是天国 可是天国不在那里 天国在全球破烂的小屋里 传福音啥种 我在巴基斯坦 有许多破烂的小教堂 真的就是破烂 没有空调 连电都没有 他们一样聚集许多人在传福音 我们在中国家庭教会 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常那边就是热到 全教会只有两个电扇 每个人拿一个扇子 想玩到我就是全身湿透 可是很多人在听到 天国不在梵蒂冈美丽的大教堂里 在全球各地 我以前在中美洲读高中 在那边聚会一边打蚊子 教会堂里点满了蚊香 你们去过这种教堂没有 有没有人去过这种教堂 举手一下 有去过这种教堂的举手一下 OK OK 有几个人对吧 天国在那种地方 我们教会真的很豪华 我们教会真的 有一点非常豪华 这个地方才坐了几个人 在巴基散这边可以坐三千人 真的很羞愧 我们太舒服了 我们在北美觉得 of course this is so nice that's how we live 天国不在美丽的大教堂里 天国在你看不起的地方 天国不在十字军东征的马匹军队里 天国在各地 当年在各地修道院里祷告 如圣经 抄写圣经 种田的修道士和修旅中 教会历史告诉我们 基督教的传承 能够传流 遗留下来 实在不是教廷的伟大工作 而是这些默默无名的修道士 不断地在抄写圣经 抄写神学书 把奥古斯丁的书抄写下来 一直的流传下来 把纯正的信仰给保留了 今天才有今天的教会 马丁路德就是在这样的修道院里面 长大的 不是长大的 在里头修道的 最后才有今天的改教运动 这些默默无名的修道士里头 是天国持续的借菜种 而不是在教皇伟大的演讲里面 带着军队出征的 这个十字军动真理 天国不在英国 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那个时刻 很多时刻觉得 哇 那个时刻真是伟大 英国击败了阿玛达 西班牙无敌舰队 我们都喜欢无敌的东西 大熊 大狮子 大宝 谁能打败那个就是 天国 天国在William Tyndale 英国的一个圣经翻译者 他当年为了把圣经翻成英文 被追捕 他在欧洲四处逃窜 他懂九国的语言 他的语言好到一个程度 每到一个地方 人家都听起来 以为他是当地人 这个语言天才 就把圣经翻成英文 他翻译的圣经英文 很多的King James版本的翻译 还是由他而来的 是他所发明的词句 到King James版本的时候 还在用 他在死的时候 他最后被逮捕 死在被烧的这个 你叫判他为异端 翻译圣经被判为异端 你就知道这天国是受迫害的 那个英皇所掌控的 不见得是天国 天国那个翻译圣经的 他当年发出一句好语 对一个不懂圣经的 这个天主教的神父说 I will make a shepherd boy know more Bible than you do 我会让一个牧羊的牧童 比你更懂圣经 他做到 他把圣经翻给你 所有能读书的人 不需要懂拉丁文 也可以读圣经 天国在这个不起眼的人身上 天国不在英法联军 击败清军的战舰上 中国一谈到这个天国 就非常敏感 对吧 西方侵略的这个战舰 把我们轰了一下 然后把西方的 这个基督教传进来 那不是天国 天国是在那些 因为义和团全乱 而死的宣教师们的身上 很多人看错天国在哪里 天国是在 这些不起眼的人身上 天国是这么的不起眼 从一开始就被人忽略 一不小心就忽略了天国 因为它就是这么芥菜 有什么了不起 谁去看芥菜国家公园 有没有 哪个世界上 哪一个芥菜国家公园 只有红山木 The Redwood国家公园 去加州有Redwood National Park 你会去哪里看 The Master Sea National Park What a joke What is this 蒜头 Garlic国家公园 What is this 很崩溃 天国很 耶稣讲的比喻很崩溃 你要感受到 让人崩溃的那个感觉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is Master Sea 谁要这种东西 从天国里面 从智古到今 人们称赞的是 打圣仗的大将军 对吧 我们从小学历史 就是学这些打圣仗的大将军 三国的将军 大家都可以 吕布 赵云 关羽 张飞 都 Yes 一大堆的幻想 西方也有 麦克阿瑟 对吧 数不胜数的这些大将军 天国 谁会记得 在厨房做面包的妇女呢 你有没有历史课本里面 有没有教 三国时代 有做面包的三位妇女 What What 可是天国 耶稣的天国 就有 做面包的妇女 他的比喻里面 就写进去了 他真的就用希腊文 那个字固女 他不是说有一些人 做面包 他就是妇女 他在社会中 本来被瞧不起的 那个工作也不是什么 了不起的工作 对吧 在一般的社会上来说 耶稣说 这是天国 T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教会一开始 有十二使徒之外 就是七大名厨 对吧 记得吧 教会有十二使徒 然后就记得 七大名厨的名字 使徒行传六章 十二使徒 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 管理犯食 是原是不合一的 有可能他们也不太会煮饭 他的理由是 彼得他们的理由是说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 以祈祷传道为事 比如说我们的工作 是要祈祷传福音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这七个人来管理饭食 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菲利 伯罗格罗 尼加诺 提门 巴米拿 并进犹太教的安提拉人 就是外邦人尼格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上帝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 树莫加征的圣多 也有许多祭司信从的这道 天国的开始就祭了这七大功臣 对吧 他们干嘛的 骑马打仗的 带军的 财务大臣 外交大臣 管饭食的 耶稣天国就是这样 Thi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It's like the master seed It's like the woman in the kitchen It's like that You go what? Really? 但真的就是 你在圣经阅读 你会越发现 基督教真的是帮助我们感恩 帮助我们注意到 感谢一切在社会上 所看为渺小的人 对吧 你去餐馆吃饭 你都会跟这个waiter 甚至跟厨师聊一聊 我以前就常跟餐馆吃饭的 最近餐馆比较贵 常出去吃饭 以前常出去吃饭的时候 餐馆特别 我特别是在Houston 还记得那时候 点三个菜才十块钱美金 比吃麦当劳还便宜 我就跟餐馆老板 常聊天 聊聊聊 他就送我一道菜 十块钱就四道菜 找一个芹菜给我 因为他觉得终于有人 跟他聊天了 对吧 谁跟厨房的人聊天呢 但居然有一个客户 会跟厨房的人聊天 他一开心就再找一道菜给我 因为你真明白圣经 你就知道我们不会再忽略 任何的所谓的小人物 这是天国给我们的一个 因为这是天国的子民 T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没有一个不重要的人 天国耶稣说是小孩子进去的 天父是给孤儿寡妇的天父的上帝 是给心灵贫穷的人 是哀痛的人有福的 是温柔的人有福的 是清新的人有福的 是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的 他们是天国之子 被社会遗忘的人 在天国里每一个人都受主的重视 没有不重要打酱油的人 我们常说我是在教会打酱油的 没有打酱油的人 天国没有不重要的人 在天国里以貌取人的会被责备 雅各书二章一节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照外貌戴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 请坐在好会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坐我脚在下面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 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富足 并承受他所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当年的教会就有这样的现状 雅各写信责备他们 天国是借菜种 天国是发面笑的那个妇人 耶稣自己也成了贫穷人 他把自己变成了那个不起眼的种子 他自己最后说我是那个种子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 有几个希腊人 这些哲学家想来见耶稣 他们来见加利利 波赛大的菲利 求他说 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他们是慕名而来 他们希望能够明白一些宇宙的真理 在各种柏拉图的学说里面 Neoplatonism 各种的新学说里面 他们说我们想听听这个学说 这是什么伟大的哲学家的学说 我们想听听它 耶稣说 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请问这是希腊哲学哪一派 什么派都没有 这是什么哲学 你读过哲学你就知道 What 这是 Stoics 斯多亚也不是 What is this 利人费解的比喻 他说我就是一粒种子 死了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爱惜自己的 生命的就失上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天国的服侍是在 人看起来很微小很渺小的地方 可是天父说 I respect that 什么叫Respect 就是人家看着你的时候 会跟你握手 两眼看着你微笑 这叫Respect 你可以想象到天国的时候 天父Respect you Good to see you 对吧 Come here my son Give me a hug 这叫做Respect 对吧 他欢迎你 他真诚地欢迎你 喜欢你 那有的人是不屑你 对吧 打酱油的 在那边坐 耶稣说 My father respect you 这是天国 耶稣为我们舍了生命 他把自己的生命当成种子 种在地里 三天后复活了 发芽了 产生了新生命 他把自己的这一颗麦子 磨成了面粉 加了酵母 喂饱了所有来他面前的人 吃了他的面包的人 就得永生了 这是整个 其实他一直在表达天国的这个比喻 I am the bread 我就是那面包 我就是那个麦子被磨碎 然后变成粉 然后发酵 然后就给所有人吃饱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 耶稣再讲一个类似的比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 他开始在笑摩西的 当年的神迹 对吧 犹太人把摩西神迹弄了 现在多么了不起 四十年吃饱 你吃什么 你给我们吃什么 这就是 有一顿 想来下一顿就没 这是约翰福音的这个背景 他们上次吃饱了 这次又来了 对吧 这里有饭吃 今天没饭吃 耶稣说 为什么没饭吃 他说你们四十年 吃摩西的玛纳 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死了 还不是死了 摩西的玛纳 有没有这么厉害 没这么厉害 对吧 我的这个玛纳 我的粮是什么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 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要吃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生命所吃的 英文很清楚 它在中文翻成粮的 这个部分称为 I am the bread of life Your fathers ate the manna in the wilderness and they died This is the bread that comes down from heaven so that one may eat of it and not die I am the living bread that came down from heaven If anyone eats of this bread he will live forever and the bread that I will give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is my flesh 这个比喻 一直在讲这个 同样的比喻 其实天国的比喻 耶稣并没有翻新 一个什么很特别的比喻 如果你读透了 所有的福音书 你就感受到 耶稣就是 那个芥菜种 耶稣就是 那个 那团面 耶稣 就是生命的面包 大家忽略掉了它 太多人忽略了耶稣 一直在找一些别的东西 甚至来教会也在找 一直在找一个 something more glorious and awesome right Come on pastor This is so boring Jesus something more please 对吧 我们一直在找这个东西 我们的眼光 一直在找一些 significance的东西 而一直在忽略掉 那个厨房做面包 We're never looking for that 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是 对吧 做一些 something great and significant 如果你的孩子说 爸爸长大 我要烤面包 我要开面包店 你就很失望 老子从中国 那么远翻过来 就来这里烤面包 回杭州烤面包 不更好 对吧 一副桥 不去烤面包的样子 我天天在想吃面包 为什么我们的心态 已经变成这样 因为我们 看不到耶稣的比喻 This is not what we're looking for 我们不再找这个东西 所以很多人就忽略掉了天国 他跟天国擦身而过 耶稣活在他们中间 这些犹太人 却跟他擦身而过 They missed the heaven the kingdom Just like that 这是天国的比喻 我们找的是地上的荣华富贵 龙袍加身 对吧 The red dragon 这是我们要的东西 但是主给的是 在厨房做面包的天国 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看清楚天国的比喻 这才是主给我们的天国 我们一起祷告 主 主你当年跟犹太人不断地讲 不断地讲 他们还是没听懂 你就用比喻跟他们讲 主今天你仍然用比喻 对我们说话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还是没听懂 我们要的是那个 这个伟大的 高大上的 那个特别厉害 特别牛的东西 我们忽视忽略这个无聊的面包 这个芥菜 这个不起眼的东西 但你就在这其中 你一直在我们生命中 每一天非常不起眼的时刻 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总是在找 那个登山的那个异象 那个如同摩西般的经历 如同以利亚般的经历 但你却在每一天 为我们面包吃 你才每一天 我们忘记的时刻 你一直呵护着我们 你一直与我们同行 主愿你的灵 打开我们的眼睛 开通我们的耳朵 可以明白你的比喻 可以真正地敬拜你 可以真正地成为天国的子民 Transform us Lord 改变我们的生命 祷告从耶稣的名气球 Amen 我们来唱回音诗歌